你看在中远距离啊 突然启动了 突然启动 脚下移动也好 始终是头脑非常的清晰 对 我该怎么打 但节奏上如何压制你 非常清楚 看这头真硬啊 硬 看这个职业的拳套 打出这个感觉 对 我们去年的贺岁杯 这个头一天晚上的这个 我们所谓的关公战琴球 对对对 刚是不是采用了业余的拳套 太厚了 太厚 那么打都击不倒 哎呦 而且你从半截头里能够很清楚 看到这个拳套打上去之后 那个海绵被挤压的那个缓冲过程 对对对 那包括nin 对对对对对 ial 太厚了 你好 再见 在你那 begged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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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距离 机会合适国 也可以给你展开对攻对抗 反观这个罗德里格森 你看 中远基本没有 他关键是现在我觉得他从节奏到距离啊 都被对手给控制了 是 过早的就丢失了自己的节奏和距离了 对 他的这种打法呢 就是说 比较单一了 他现在是想冲也冲不起来 冲不起来 对手速度比他快 你一动我先动 一打就是一左 你看中远基本漂亮 不是不能打 有机会就 对手速度比较干 怎么打下去的话这罗德里格森 就该越打越不自信了 总是自己的拳头递不出去 你看他为什么会晃一下肩 他的肩他硬秩 他静 他则应 他得通过这个动作放松一下自己 这个阿德加斯打得特别放松 拳也一看 漂亮 这总算是像不像样的打出几拳 对 看了枪拳打多好 反击 一动当中的反击 看打完以后马上转移 这轮在哪个四啊感觉有劲儿使不出来 对 这劲儿不特别的足 但是呢 都被摁住了 就是没机会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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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停止了时间 让医师看 对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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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 真是幸亏罗德里格斯的皮肤黑啊 皮肤白就是那张脸已经就比较难看了 是 漂亮 哇 你看这前手的力量啊 这就跟翘谷那点儿似的 这个节奏 哎 你看没有 这个比赛尔罗德里格斯啊 就不好打了 如果他还能冲得动 冲一下这个 安格加斯的节奏 还有点儿戏 如果他要冲不动了 那就真是没戏了 是 对手你看打得特别的放松啊 把这个比赛把玩于鼓掌之中啊 对 你看他能不能冲得动 对 反正现在他是在努力在冲 对 对你得先打 拳头作用在对手身上 你才能有其他的效果和机会 我看最有威胁是罗德里格斯的摆拳 左勾拳啊 总是他这个 描着这个对手的这个右侧的软肋啊 这个是一个呃 应该说相对来讲 防守比较薄弱的这么一个部位啊 也容易被击倒 关键卡特有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嗯 嗯 我们看这个安卡加斯的他的前手的勾拳摆拳打的是罗德里格斯的左侧 对相对来讲啊就是比右侧来讲威胁性小一点是 现在我看这罗德里格斯采用的就是原来弗里格斯当年和阿里打的那个 你打我三拳我要上去打你一拳这样的比例就是说付出代价太大了 对被对手激动四五拳自个才能打住对手一拳或者两拳这个比例太高了 我已经是意识到那拳过来了就是躲不开对 提醒这个拳手啊这是第七回合的比赛 像这样优秀的台上裁判啊 他们一般都会这个两个语言西班牙语和英语对 看着连续多少几千手 这就是他能够很好地把这个距离和节奏都能够控制 很好地把这个距离打完以后马上走特别聪明 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点 看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一下 一会远一会近 看五拳六拳 就通过这种阵守 八拳 你还不打你还不想打 九拳 十拳 其实罗德里格兹也很认真很努力 十二拳 但是他的这种战术打法的话这就有问题 对 他没前手 对呀 他没前手 就是前手 你看不看 任由这么砸的话迟早有一拳你砸倒 因为拳手艾达他有一个累积的效应 就最后一根稻草 不知压在什么时候就倒了 承受力他是有极限的 我看卢德里克斯这个表情特别的痛苦 说明打得太艰苦了 给罗德里克斯以往的战绩也是相当出色的 二十五胜一负一平16次KO 对 当然你必须得承认这个拳击比赛啊 他有时候就是有克星 他可能啊他可能肩啊 又又肩又肩好像有点伤 有点伤 因为这是我们看到他的团队 就这个道肯应该再给他做处理 啊 可能刚才这个扭了或者憋了啊 那比赛就更不容易打了 对 我们看这个啊 六千都过来了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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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oh yeah you heard it baby come on doctor now you can do 我说你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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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往上举 他不敢往前举了 肩 肩就是肩 肩 让他往上举 他不敢不敢往前举了 哦 右肩 右肩 主要是右肩 因为刚才他教练上来给他按的是右肩 再抬高一点 问题不大 但是你看他也是面露痛苦之色 咬着牙 前面几个回合有一次他松动的就是这个右肩 他往后抡了一下胳膊 不可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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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什么情况现在是 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四巴护齿吐出去了 医护监督还在检查他的胳膊 看能不能再往上台 终止比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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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情况虽然我们都不愿意看到 但是也没有办法 因为运动员确实受伤了 作为罗德里克斯来讲 心里也肯定不愿意放弃比赛 能坚持到 不愿意放弃比赛了 终止比赛了